M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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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媽剛從英國回來 可是我就想要拍這個影片 是因為 她這次去英國參加 蛋糕裝飾 厲害的比賽 MARIO來了 其實前陣子 我們有一起拍很多影片 可是都還沒有機會跟大家聊到 媽媽做的工作這一塊 上四年前開始做糖 翻糖 這個比賽很特別 因為 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會來參加 就是用翻糖去做蛋糕裝飾 很厲害很厲害 他們做的很不個實義 什麼都有 東屋人 花 因為我前年有跟老媽一起去英國 所以那時候我有去看 也覺得他們做的很誇張 而且是一年比一年還要更厲害 然後這次媽媽就是有在比賽中得獎 所以真的 不錯不錯 對 其實 贏獎是已經很不錯 欸那蛋糕都可以吃嗎 那蛋糕看起來 有些看起來也不是很好吃的感覺 就是我不是說 這是一型的蛋嗎 一個 一個鑽石有的是真的蛋糕 裡面有真的蛋糕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能吃啊 因為我們 不適合吃 來做好幾天 它裡面 用那個保鯉籠 那你做的那個小丑 我做這個小丑 因為 我比較喜歡這種風格 這個小丑是 不快樂的小丑 你一看 第一次看的時候 你會沒有發現 它不是很快樂 然後它的手 散跟底板 都有那個 很多面具 很多面具 然後面具代表它的心情 所以就是它在工作上的時候 不能偷漏自己原本的心情 它可能其實很 很累很難過 對 但是要嫁妝 這是不是老媽平常自己的心情 等一下 那你的東西呢 喔 留在英國 沒有帶來 留在英國 因為那個 那個作品比較大 我先帶去的時候要分改 然後分到那邊再去詛咒 可是如果 帶回來後 全部分改一定會壞掉 所以 我 就把它留在那裡了 好啦所以今天沒辦法看到本尊在這邊 但是有照片 今天就來給大家看 其實老媽除了做翻糖之外 她還會做關節娃娃 然後還會做另外一種是素質面圖 她平常自己最常用的 我們今天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媽平常做的超厲害的東西 好 那這個就是老媽平常她做的作品 就是一些比較代表作 因為太多了 所以先給大家看這些 那個三個的裡面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也比較簡單 這兩個做也很難 像這個裙子 飄逸的感覺 感覺超難的 要很小心的去設計 她的那個動作 波浪的那個皺褶 因為 我每天看我老媽在這邊做這些東西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完全不會做 妳這個這樣花大概多久 這個 差不多一兩天 因為這個要做 每一個部分要分改做 一兩天 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 一兩個禮拜 會比較久 然後顏色要配好了 可是要一直總做 她不是說 很多人看就覺得 好漂亮好美 老師很厲害 可是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叫我老師 因為一個老師已經 先失敗了一百遍 在做得好 所以為什麼叫我老師 就是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的一生 大部分會做的就是這種 比較fairytale 精靈奇幻的 精靈賢女 我很喜歡艾莉絲 然後要有耐心 要有喜歡 再喜歡 不過你是完全沒有興趣 來做這個 有可能不會做得那麼好 然後我要很驕傲的說 我老媽已經出過四本教學書 關於年圖 老媽已經做這件事情 做真的很多年了 十八年 十八年 快要跟我一樣大 我也是十那歲 對啊 我媽之前是街頭藝人 我就是申請那個街頭藝人 我很害怕 因為我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好像小學還是國中的時候 我會跟我媽媽一起 假日的時候 去101那邊擺攤 因為101其實你注意看 會有很多街頭藝人 有些是跳舞的 有些是可能捏面人的 之前我就會跟我媽一起去 但那個還蠻辛苦的 因為整個月 剛好週末都下雨 就完全沒有辦法去擺攤 我一直做 一大堆的人 對我記得 很多人會一起來 對我們那個小桌子 然後擺了很多媽媽的東西 然後他就在旁邊 就是做人家訂單 然後就有一圈這樣的人 然後全部都在圍觀 很緊張 因為大家都在看你做 我過一陣子 那我就不做了 我就是在家裡 是研究 就慢慢開始教學生 後來我就 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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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 這個是剛剛我跟大家提到的 媽媽做關節娃娃 只是還擦衣服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上妻 我覺得這超誇張的 那時候媽媽做這個的時候 我有點嚇到 就是我沒有想到 媽媽真的可以做這麼誇張的東西 你這個做多久啊 當年 過半年 這個還要化妝 還要再修幾個地方 然後她的Sandy都可以動 很多人會很害怕 我還要跟大家打招呼 登登登登 哈囉 雖然這個是比較美的 可是像安娜貝爾那種娃娃 什麼 就是會動的 晚上她可能活過來 然後跟你講話之類的 講得動 她會芭蕾舞 最美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眼睛跟臉 這個地方 就是很感動 這個是老媽做的第一個娃娃 登登 然後第二隻就是這個喔 它的關節比較小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小屁屁 那它都可以做 只是妳都還沒有做衣服 跟姊姊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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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娃娃真的會 有時候她沒有表情 會有一點點驚悚的感覺 這個是先做這個部分 然後用疊式 然後要做一個一個一個 然後指甲要先慢慢刮慢慢刮 然後要用一種沙子 要摸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 要摸很多次 但會變很光環 然後還要再多那個顏料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看完這個影片 有任何問題的 都歡迎在留言底下提出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跟按下小鈴鐺 也要記得去老媽的頻道去看一下 然後喜歡的話也可以訂閱 那我是記憶力短暫 但是愛拍片 愛畫畫 還喜歡唱歌的經驗腦 然後老媽 掰掰 下次見 掰掰 下次見